好 先從我們 你一眼就看出來 這個華晨輝的人轉過來好了 好 麻煩這位那個 臀部先生請你轉過來好嗎 你動作那麼大 有沒有又在挫賽 這邊把腦部這麼大 哪裡變的 你不是動作一大 就會漏尿跟挫賽嗎 這個事情困擾我快一個禮拜了 每個人看到我都說挫賽 所以你現在去家具 是淺色的人的家裡 他們有很緊張嗎 我一直跟他們解釋 我說我是真的做到那個紅咖哩 不過你剛才應該沒有認為 你的背影會打敗其他三位大叔吧 打敗喔 一定是打敗的啊 一定打敗 因為首先我旁邊這位老實講 可是他... 他下半身要很年輕耶 他小腿那邊很時髦 對 但是轉過來以後 大家會嚇一跳 好 為了你先坐下吧 歡迎 你今天終於來康熙了 對...一年多沒來了 你躲我們躲什麼 我就忙拍這部戲啊 籌備這部戲 你希望你轉過來的時候 女主持人是稱讚你呢 還是奚落你 不是啦 你是說你轉過來 我不要講任何話啊 對...你就閉上嘴就好 就全場沈默嗎 對...他其實這一集不講話 是智愛意的意思嗎 還是... 沒有 他這一集不講話也無所謂 如果你轉過來 他大大的稱讚你 變年輕變帥 那也不需要 可是你不就是希望我們覺得 你變年輕你才會... 可能就是健康的問題吧 所以瘦了很多啦 這樣我就不方便講他那個 因為他講到健康的問題 健康跟眼睛有什麼關係啊 眼睛能要再個別解釋一下 對... 你不會是要跟我們講 你睫毛倒叉這類的... 不會 不是... 我可以轉過來講 你一整集就這樣了 你不能轉過來啊 你不能轉過來啊 你不能轉過來 小心... 我先等我的搭檔準備好再說 你準備好迎接這張臉孔了吧 會有比黃子椒難迎接嗎 我想你已經度過人生的關卡 好...我準備好了 好 這位導演大人麻煩你轉過來好嗎 帥氣 轉身 請問您是... 趙正平 那個眼睛的事情還是講一下 因為那個... 好雙喔 年紀...年紀有了 你現在戴眼鏡是刻意要隱瞞 那個霜的程度嗎 倒也不是 就是... 也換一個不一樣的造型嘛 所以如果S請你把眼鏡拿掉 其實沒必要 我覺得有耶 拿掉會怎樣 也沒什麼不好 就是習慣 她已經習慣了 兩位妹妹要她眼鏡拿掉一下嗎 好啊 帥氣... 拿掉也可以 我們知道你們是在驚訝些什麼 曹花眼 你們在詭異什麼 是真子丹嗎 最好是啦 沒有人說這樣子 真子丹 我也不知道 我倒覺得有點像那個西遊裡面 那個豬剛烈 有一個大帥哥 有一個大帥哥 很帥 Google我叫豬剛烈對不對 是喔 謝謝 所以你一年多不來上我們節目 是在等消腫嗎 不是啦 真的也是因為這個戲的籌備的關係 消腫要消多久 那個看個人體質 得到廣泛的好評嗎 包扁都難免都有 有包有扁 因為在流行微整型的這個年代 我已經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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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看到那麼大的雙眼瓶 醫生嚇死我了 知不太重 我也不知道 應該還好吧 因為你知道 現在都是流行微調 微一點 所以趙哥完成後 照鏡子有露出微笑嗎 勉強可以接受 有試著對鏡子做一些放電的眼神嗎 沒有辦法 不會 沒辦法 可是眼睛那麼成功之後 你整個人有覺得 連態度都要轉型嗎 是 其實也自己轉變 改變了很多 會有偶像包袱嗎 現在 跟那個沒關係 沒關係 對 我們本來就不是偶像啊 因為玉琳哥就知道 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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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亂就不要脫下沙水了 暖地 請問另外三位大叔 你們看到趙正平這樣弄了以後 有想去弄嗎 其實我滿想的耶 對 你為什麼不弄 因為我也是大小眼啊 那如果擱一擱可以平衡的話 所以趙兄 如果你認真的看他的臉 他跟你說他想弄的話 你會介意他去弄嗎 OK啊 這個本來就是個人的權益 因為我也是單眼皮啊 對 個人權益 這個沒有什麼 我覺得你不只是單眼皮的問題 我還有哪裡要改變的嗎 就看可不可以 因為醫術進步到整顆頭就 我比較迷迟啊 無聊 趙兄 趙兄 所以割了雙眼皮之後 就倒極的時候權威感會降低嗎 他們都有被我凶過 我女主角一直被我凶得很厲害 是喔 因為你現在就是有少女漫畫的氣氛啊 最好是啦 真的 有耶 妳說他臉旁邊有十字星光嗎 因為他以前就還滿像 他很愛的那個 深夜食堂裡面的那些男主角 熊爸爸的老闆 對 他現在就變成什麼 薔薇玫瑰啊 什麼謝偉的凡爾賽 韓劇大作的 所以你就是要追求這個嗎 沒有 太誇張了 小白是誰原因 英文訪問 趙正平不言以退 所以你現在應該是叫安東能吧 你可不可以 我要現在跟三有關係嗎 我沒有就自己講得有 那沒什麼 你就是打算 我好不容易改變一下 實際上把他打算 我看得很糟耶 你今天感覺怎樣 要用英格的學生的話 好遇見 我又有多姿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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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九官了嗎 我又有多姿勞 你真的這樣 你去歌到令家 說打配音的優力 我說 I feel like a person 我 好 要對你躲小孩是躲了一年 所以你終於來了 也沒有躲 為什麼要躲她 我知道 恭喜你啊 出唱片 很棒啊 也恭喜你眼皮那麼成功啊 謝謝 她的那個 Legacy的演唱會你會去嗎 在哪裡 什麼時候 2月14 二十四 二十四 可是你拔山特區 OK啊 應該的 老實講喔 因為我上次跟他碰面 是在看永哥那個奇葩說 那我盡量克制自己 不要在他臉上聽得太久 因為我發現我超過 你也是隔那麼久才碰到啊 對 才看到他 所以他是躲所有的一眼圈 我為什麼要躲 我也是隔那麼久才碰到他 所以我們同時是第一次碰到他 是 然後我只要停超過十秒鐘 我就總覺得說 他心裡面知道我在 盯著什麼東西看 所以我自動就會閃開不要看他 可是我碰到趙哥的時候 我就一點都不提這件事情 可是我看到你在忍笑啊 沒有 別講... 別講有話 你現在真的會跟他收拱 節目的內容啊 因為他真的躲我們集體的人 躲了一年多 不是 我為什麼要躲你們 因為你剛... 你剛弄完一定會很聳 就會很明顯啊 不會啊 我還是照樣在演出啊 還是有啊 我還是有照樣在演出啊 而且他微博照片放出來 對啊 也沒有躲我們 我們就沒有轉就是 所以他上次上你的節目你有... 我一句都沒有講 一個字都沒有講 可是你回來 康熙不就立刻說 沒有... 他這麼快要自己送上門來 所以趙哥 眼睛改變之後 然後人生有什麼改變 就跟今天主題一樣嘛 中年大初嘛 開始要會想一些事情 餵自己啦 那有在練肌肉嗎 有在家裡面大概 所以你是有一天早上要 要在網路上漏肌肉嗎 也不會 因為還是沒辦法像現在年輕人 很快就練到什麼人魚線啊 或者是六塊肌 我們比較沒辦法 只是追求一個健康 你人魚線練不起來 可是你至少縫線是很... 沒有 他是割的啦 好久不見啦 沒事... 你的嘴還是一樣健 沒事... 我已經憋得很難受是嗎 歡迎趙哥 謝謝 趙哥最近找了一個戲呢 講的就是中原大叔 跟小女生的愛情故事 叫做愛情多一口 應該這樣講是我們這個... 我這個年紀的很多 還沒結婚的中年男子的故事啦 然後把周遭一些朋友的故事 收集起來 然後在夏哥 亮哥身上 還包括還有一個演員叫巨炮的 大概是幾個人身上去分擔 我覺得你現在應該是就安東尼吧 Athony 妳可不可以聊些跟室友關係嗎 我剛剛就自己講一天以前 還沒了五四三啊 打不出來 然後好不容易改變一下形象 我真的很糟耶 你跟醫生說他是反而在美規的 男主角什麼的 你說是不是 對不對 不是 你可不可以 要不要把這個別在腰上當保健 不是 如果你會想要割這麼厚 就代表你是有一種重陽的心態啊 我就說我想殺那醫生好不好 我會找那醫生聊一聊 你有說越大越好嗎 當然不會去想這個啊 這個我不懂的 你有沒有說越厚越好 沒有...這個也都不是我們所了解的 所以是只有交給專業的醫生 來做這樣的事情 對 他因為已經有評估過 那你在演藝圈人脈這麼廣 一定是有人跟你推薦啊 沒有 你就貿然找了一位醫生嗎 沒有...當然不是 對...也是去看了將近快一年以後 才決定做這個事 所以那個醫生接到你這個案子 應該很爽吧 他也很猶豫 他有分析要跟不要的後醫症在哪裡 因為他是有失敗率的 對 那失敗率是會很高 你現在這算成功還失敗 我在醫生的眼光他是說成功 但我自己看還好 我自己看是還好 我覺得很像混血兒啊 有 有沒有那麼混血兒 你安靜啦 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給你介紹 好啊 我就覺得我接下來全職 要用英文跟他訪訪 他有什麼 國際 安東尼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不是 你是九官鳥嗎 沒有 我就跟你叫 你去歌的時候 一定叫他歌大片一點 還用英文之後 小安護照 我們聊一些別的 我們這邊還有很多前輩可以聊 是 舞台劇就一定要記得 因為得巡演的關係嘛 會多久 會記得多久 舞台劇有時候就是 你到上場那天一定記得嘛 隨著你演出場次 如果多一點的話 你幹嘛 專心聽來聽的話 你在看誰啊 專心聽來聽的話 沒有 我在想說 這樣怎麼把它翻成英文 We're talking about the mouth 不要... 我們不要介意 我們不要介意 真的是成功 可能快忍不住了 然後你用英文跟他對幾句嗎 我就不會啊 你要不要再講 我叫你 How are you 對 你眼皮割了 你英文要趕快加強啊 不然會跟不上眼皮的這種程度 我現在是安東尼義 我可以到這裡 好啦...快... 放棄了 可能混血還是懂中文的 OK 可能長期在台灣長大的 對... 所以... You grew up in Taiwan 我先跟阿良聊一下 好 誰... 其實是很近一點 所以補學長 舞台劇的對白 會見導自己記多久 會 因為有的演場次比較多 就幾乎就不容易忘了 那尤其特別像一些句子 如果是那種灌口類的 就是那個... 就很快速講完那種的話 你可能就是演完 灌口真的很難翻全英文 我不會忘了 那頭不會的嗎 那頭我就不會 放鬆 放鬆 趙哥有沒有做美膚 沒有 真的不需要 好像變白了 有 我覺得你皮膚變好亮喔 對 皮膚變好 你真的沒有做皮膚 平常自己就有些保養 所以不需要去做 面膜嗎 也不是... 小黃瓜 不是 不是那一種 你不要... 你不要越想越貼 我知道你要幹嘛 對 他以前有推薦我洗臉機啊 對... 那個洗臉機還在用嗎 有...當然 所以你就是一個 很在乎外表的人啊 你只是在節目上 不是 因為他那個... 我們...我不講過嘛 我們男藝人常常 上節目梳化妝 其實有的時候 沒有卸好以後 會有那個... 殘留的那個 會長痘痘啊什麼 所以還是要把它弄乾淨 你現在這邊會殘留很多東西耶 對啊 會喔 有時候昌影也會停在裡面 對啊 對啊 你離我比較近 你們說你脾氣變好了耶 對... 可是有時候倆弓起來 也會不分青紅皂吧 所以兩位妹妹 她在現場有... 有踹過東西了嗎 我在的時候沒有看過耶 但是就是有小發脾氣一下 可能說怎麼道具沒有弄好啊 這樣 可是我覺得很正常 但不會對演員的演技發脾氣 她那天居然稱讚我 我很驚訝 所以被罵還是女主角喔 不要嘗試髮型 會可能我的... 妳的髮型被罵 因為在劇中 我的髮型可能是直的 然後也是像 比較妹妹頭這樣子 所以很多的角度 可能都會被頭髮擋著 趙哥會因為這樣 有一點情緒 可是那是妳的髮型啊 不是 她的眼神就出不來 眼神... 妳現在上趙哥幫她 趙哥幫她幫她 趙哥幫她 對啊 沒事... 沒關係啦 妳想聊是不是演員的問題 就這樣 沒關係啦 沒有 她真的很挑造型 我們去訂狀的時候都訂很久 像我去訂的時候 其實我角色也沒有幾場戲 可是她就要求每一場都要不一樣 就每一場都要有一套衣服 她就是很...滿龜毛的我覺得 是 你會感覺到她真的很看重這個戲 你最早跟她合作是在哪個戲 是住左住右的那個時候 友台 對 所以她當時很兇 她那個時候還不是藝人嘛 兇得很厲害耶 便當拿慢一點 她可能髒話就出來 因為放飯的什麼走過去 就是不小心要互相路過 沒弄好她也會罵而已 罵你嗎 她還是會罵啦 可是罵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毒辣一點 沒有...我們那個時候小亮 哪敢是亮哥 亮哥... 對... 她怎麼跟她交出來過 沒有讓好路也要被她罵 可能她就... 可能之類就會髒話 可是你是演員耶 應該是罵阿天納豆啦 罵阿天納豆她們比較多 那亮哥不會啦 所以現在跟她擦肩而過 應該就只會發生那種情況吧 隨緣 誇張演技 趙正平來補其反應 你還沒有當初的徵兆吧 以前我們都消人家說 她怎麼浴室跌倒 可是我自從幾個月前 我也是祈禱她跨出浴堂十萬島 她現在會覺得她說回來 這麼大都還穿 這麼奇怪 這麼多 對啊 對啊 美國人很注重浴室 浴室安全 他們都會裝手法 不會照我們相對 對 她就是護照就會放他 確定嗎 確定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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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不會覺得 不行 你可不可以有氣息一點 你當初一看劇本 知道是趙哥自己的故事 沒有 就是有幾場戲 可能他在講台詞 他可以教戲的時候 他講完又說 這你自己的故事吧 你講得非常 比如說我演那個角色 是一個比較就是 可能玩事不公吧 就已經結婚了 還喜歡到處去跟一些就是 對 就是要當 想要讓自己是屍奶殺手 甚至要交一些女朋友 來讓自己的… 這些女朋友 帶她的朋友來餐廳裡面消費 她就把叫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種感覺好像就是在 有一部分是她自己的故事 是浪子的那種言行嗎 有一種那種感覺 應該說男生有時候會有 是會有這些這種本性啊 尤其是帥帥的男生啊 或是有一些手段的男生 基本上對女孩子交際手軟 如果好的話 其實嘴巴滿會講的 男生都會這樣子 我戲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男主角也是跟你 大概就這樣 謝謝 不是 應該不是說文化公子吧 來...帥... 是雙雙公子 你說什麼 兩位這樣很不理嗎 沒有... 會這樣做 不會啊 你要不要講幾句話 好 我想加入他們的訪問 一起來... 這是雙雙公子 不是帥帥 對啊 小哥 你呢 小哥 其實要推出新戲的話 接下來就要廣泛的接受訪問耶 然後萬一入圍了 所以要出帥頒獎典禮啊 這個我們也沒有什麼 他走出來了 他最近都敢勇於到戶外去 面對大眾 所以大叔是非常鎮定的 我認為他是成功的 擺脫那個陰影的 OK 謝謝 所以你是熬了多久 才願意面對大眾啊 沒有...熬什麼熬啊 我每天還是要吃飯 我還是要去買菜 我還是要幹嘛 我都會面對人群啊 就是一般路人 也不會那麼直率的說 你的眼睛怎麼了吧 而且你們樓下這本店員說 你去買東西都戴眼罩 真的太誇張了 他要也是戴墨鏡的 不會戴眼罩 對 太瞎了吧 對 戴眼罩 幹嘛 你要講戴奶罩對不對 真的 你真的... 滑袋耶 你每次真的滑袋耶 滑袋耶 滑袋耶 太瞎了你 我覺得他現在連發脾氣都好歐美 對啊 都沒有那種之後 他沒有原來江湖氣 對 真的耶 趙哥真的 你在看他臉的晚上 他就會發律師函告你而已 就跟好萊塢明星 對 作風一樣 你用的女主角是第一次擔任 戲劇的女主角 很有才喔 會自己做詞曲啊 又自己組唱 這麼厲害 本來不曉得 是因為殺青酒 我在苦惱 我們在吃飯啊 殺青酒的時候 那天你在馬上你也到不了 所以就在討論說 我的主題曲 因為找那個梁靖茹 太貴 付不起 就在苦惱 就在這邊murmur 被他知道 murmur 他開始也放講一些英文了 開始了... 因為他以前不太會講murmur的 對 他不能演 跟他放學來的奔心 對啊 所以就... 他說他有一些詞曲的電影 對啊 沒話聽到他 就讓我們聽 對 然後就是Demo 寄給我們聽 聽了大概兩天 我對那個歌曲 你說梁靜茹很貴 有比你歌這雙眼皮貴嗎 對 是嗎 音量耗在這上面 沒有 我很好奇這樣多少錢 而且... 是不是這個戲的預算很緊 就是因為他把預算 這雙眼皮疙瘩可以 因為鴻的話 我知道差不多是兩、三萬 因為要動刀 我就不確定現在市價是多少 是比較貴嗎 然後呢 就決定說讓他... 不是 妳賢梁靜茹貴 你有屁啊 對 拿這些極限竟動你有屁 當時李怡錦有給你聽他的Demo 對... 然後聽了兩天大概有感覺 然後把歌詞看了一遍 就決定要用他的歌 因為髮型被他吼的時候 會快要哭嗎 不會 因為我在拍這個 愛情多一口之前 是跟趙哥還有韋鐘哥 一起合作舞台劇 那個時候就已經知道 趙哥私底下的樣子 就是其實他那個一些比較 妳說他私底下長的樣子嗎 不是 就是他的個性 就比較了解他私下的個性 而且他媽妳髮型妳應該反擊啊 講雙眼皮啊 對啊 他如果說妳那什麼頭髮 你就說妳那什麼眼睛 對啊 我一直在幫妳講話 妳看不出來啊 我覺得...我覺得威廉辰 下次很危險耶 沒有...反正我過沒兩天 就要去歌了嘛 下次的話你講我 不過威廉辰 你要示範一下 就是如果歌了以後 就要大方面對這件事 要我是這樣啊 成功當然他能面對 那失敗更是要他能面對啊 然後又懂得自我解嘲 你不是2015才講說2015盡量 不要得罪人 要多結交一些什麼 結緣啊 對 多結緣 對 妳現在2015第一槍就先打我 沒有 我這是在鼓 誇獎你耶 是嗎 對啊 為什麼感覺不出來 他現在籌備一些仇人 就是2016可以合結 好 明白 所以夏淨婷說 記性變不好 是變大叔的感覺之一 對 還有比較注重養生 吃東西特別小心 你現在也是醃酒不沾了嗎 對 醃酒不沾 戒焉比較難 還是戒酒比較難 都不難 當你下定決心都不難 說戒就戒 對 真的說戒就戒 運動嗎 運動 我在一天會跑十公里 然後又吃素 素食 十公里非常長耶 沒有... 每天跑一小時 不管 不管天熱天冷 對 所以你都沒有偶爾想要懶惰 就是譬如說今天非常冷 你就想要窩在背 其實不會耶 因為運動大家都 他可能都誤會 當你真的 習慣那個事情的時候 你會一直督促自己 早上跳起來就要去跑 他會上癮 所以雖然變成大叔 可能比很多年輕的演員體力好 這我不敢講 可是博士奧說他的大叔徵兆 好像是爬樓梯會痠 爬樓梯就比以前就是沒有那麼會 就是膝蓋比較會有感覺 天氣不好的膝蓋也會有痠 對 好像越是這樣越要爬耶 而且以前蹲下站起來 就比較快一點 現在為什麼廣告有那種 苦慮背開 苦慮殺名 對 就是因為你真的 年紀大一個程度 你蹲下去再站起來 是比以前吃力的 真的嗎 所以有些人會站起來會再 這樣撐起來 會這樣 所以你現在如果原地這樣 我現在還可以啊 真的 我現在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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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就聽到了 那你等一下起立多力去幾次 應該會很失意 對 大家可以來比比看 一起來啊 一起來啊 誰怕誰知道 蹲下在苦慮背開就對了 苦慮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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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比較慢耶 沒有啦 我故意讓他的 可是你有吃力的感覺嗎 你有在喘耶 會啊 還是會吃力啊 你還沒有大叔的徵兆吧 外面有人說漏尿 大叔的徵兆很明顯 不喜歡出門 不喜歡出門 然後以前我們都笑人家說 怎麼浴室跌倒 那覺得那是好像老人 才會有的事情 可是我自從幾個月前 我一次洗澡 然後跨出浴缸洗完澡 跨出浴缸 又跨到... 就出來了 怎麼有那麼誇張 他現在會選 他受不了這麼大的動作 他受不了動作 在美國長大了 可能不知道這些介紹 生活習慣 困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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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 美國人很注重浴室安全 他們都會裝手把 不會像我們這樣子 這樣你也可以走 美國人很注重浴室安全 是啊...是真的啊 然後... 然後從那次滑倒以後 你這滑倒 對 那真的滑倒 然後我就... 這不是很危險嗎 那個摔得好扎實 因為你完全無法防範 而且浴室就零零角角的這樣 對啊 對啊 好痛 你太太當時在嗎 她哭了 她在啊 也是 她聽到哇的一聲 然後她趕忙過來看 然後那個... 那兩行清淚 殘場而流 你滑倒了幾次 總共三次 然後就... 沒有真的受傷吧 沒有 就是腰會痛這樣子 那當然現在好了啦 後來有一次錄影 就遇到那個骨科的醫師 然後問他說這是什麼狀況 他說沒什麼狀況就年紀大了啊 因為你現在腳的小腿的那個 核心肌群的力量沒有以前 以前你是這樣 其實在滑 但是你可以頂得住 對 那現在可能腳比較沒力 所以是一不小心就滑下去 所以你要承認你是大叔啊 大叔步調就會放慢 像我們那一腳踏出去就會先... 確定穩穩 先確定這樣 然後他又...然後他就... 就跟你講 對啊 不可以有細節一點 他還在心裡想說你是 太嚴重了 對 誰都知道是 太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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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衛詞的沈宇玲玩不膩 周恩平怒氣直播表 趙哥你還沒有大叔的徵兆吧 剛剛像是大叔長的記憶 他那個樓下的警衛按電臉 通知說要去拿那個掛好心 刷完牙 洗完臉以後 就忘了 一直到出了門以後 那個警衛他說 趙先生 你去掛好心 不要收一下 警衛認得住你來喔 所以警衛也得憋住 他的驚訝是什麼 警衛有沒有問你在哪家哥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那麼瞎 就問這個 稍微自己有點程度好不好 好 提升一下自己 因為 你們才跟我們比較有水準 不會 你們模仿的人也很辛苦耶 對啊 沒有...這樣反而不辛苦 我就不用再貼那個... 單眼皮了 就直接這樣 可是你現在不夠霜了 真的嗎 我還... 我還不夠霜 你還可以貼出霜來才是 你看他皮膚發亮耶 真的 沒有啦 應該是今天化妝師的妝 而且他現在小腿比你窄很多 對 你下半身是真的靠結實 還是你有抽紙啊 你有病啊 我沒事抽什麼紙啊 你連眼皮都割成這樣 我還不知道 不是啦 我不是 I don't know you okay 合理的啦 對啊 你是法官嗎 我示範自己 我示範自己 需要給你報告 對... 只要給你 點點啦 不是 因為我的... 你說我的疑問是不是很合理 他如果眼皮都割了 我怎麼知道他會被抽紙 是...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OK 看你模仿那個中藥的師傅 踢腿的動作 是什麼樣的 就 你腳滾... 所以你現在會累嗎 不會啊 其實不會啊 其實真的不會 你現在根本無法理解 他們講的事情 對啊 然後那骷髏背起來 骷髏背起來 你好快喔 對 這個OK啦 就是年紀還是有一點差距 那以前也可以這樣啊 當然可以 簡訊短劇直接撞門啊 直接摔倒嘛 滾來滾去嘛 可是你會... 很多複雜的動作 還是... 就是你做到 但沒有以前那麼流利了 你晚上會一直貧尿嗎 以前比如說可以噴過膝喔 現在可能就聽到... 現在低到膝 觀眾廁所會... 會走架對不對 所以玉琳兄是會貧尿 以前喔 一定可以移叫到天明 那就早上醒來 8點了 那尿就這個... 水讓瘋沛這樣子 那好像... 差不多兩年沒有這種感覺 現在經常是睡... 醒過來 醒過來 是為什麼醒過來 是因為想尿尿醒過來 還是已經尿在床上了 有一次是差一點喔 因為我們人想尿 可是冬天又很冷 然後在被窩裡面 然後你想尿你又不去尿 你也一直夢 一直做夢 夢到你在尿 那有一次我就夢到說 終於可以好好尿了啦 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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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看到你了 不然可以化妝成這樣子 現在化妝一年前還加倍 是喔 對 嚇到我 對 他現在是嘻哈歌手 天啊 天啊 我喝水 謝謝 我喝水 我喝水 用名片上是不是 歐洲苦法的地址 然後千均一罰 那個尿已經通過了那個尿道 感覺再離兩公分 就要滲出來 還好他請教關頭之後 我醒過來 然後硬忍住 塑 然後再去尿 可是這會造成睡眠的困擾 因為你一個晚上就這樣子三次 甚至五次 怎麼會太多了 就要看醫生了 對啊 你怎麼沒到那個年紀啊 沒有 也有可能是因為 我後來又聽人家說 多喝水 然後我變成 像我們白天錄影 其實沒辦法在那邊喝水 然後變成睡前要吃宵夜 喝啤酒 然後就喝很多水 他們都在過養生的生活 你沒有喔 事實上也不錯 因為我看那個夏大哥 汽車這麼好 趙哥你還沒有大叔的徵兆吧 有啦... 哪一點 這...剛剛像夏哥講的記憶啊 我記得最近嘛 就是那個... 早上起床刷牙 刷牙刷牙 然後那個樓下的警衛按電鈴 通知說要去拿那個掛號型 好 因為我們起了比較晚 所以知道以後再回來刷牙 刷完牙 洗完臉以後 就忘了 剛剛有個事要做 忘記拿掛號 對 就會忘記這個事 一直到出了門以後 那個警衛他說 趙先生 你那掛號型 把他收一下 警衛認得出你來喔 認得出來 謝謝 所以警衛有沒有這樣 那是你 就是你割完第一天回家 警衛沒有這樣 你知道shake his head shake his head 沒有...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警衛也得憋住他的驚喜 是不是 警衛有沒有問你在哪家割的 你今天... 你們看不可以不要那麼瞎 就問... 所以自己有點程度好嗎 就是問他自己 對 你們美工人比較有水準 對 可是我... 你先歐洲人啊 對啊 歐洲 我們定位為歐洲 我覺得他比較散發歐洲 對 貴族... 那你那個片尾要不要改一下 趙正平 招逢 斯娃 再加一下你現在的英文名單 對 台灣用中文字幕版 到歐洲的時候再打那個 OK 你的戲中的大叔後來的發展 是照你期望大叔要得到很美好的 對 大家還是... 我把這個答案留給觀眾 看完以後自己去想 我沒有去下說 標準的導演的口吻 對 我沒有讓觀眾覺得說 就要這樣或就要那樣 沒有朝韓劇或日劇的走法去做 所以你說這部戲 沒有一個明確的結尾嗎 對 就觀眾你自己去想 他們放完天燈以後 因為他剛剛已經看很高了 可是都還是有一段距離耶 對 因為有梁子擋在上面 對... 可是我不得不講 你把夏靜廷拍得很有魅力 是 謝謝 他們有讓大家講 夏哥是... 兩位都是有公敵的老演員 是 不能這樣講 資深演員 老演員 資深演員沒錯 資深演員 因為夏哥出道很久 可是剛剛好像有一個畫面 李怡錦是脫衣舞娘嗎 好辣 貓女朋友 夢境 對 夢境 夢境的一個 裡面那個李怡錦 還有床戲的裸露的演出吧 也算裸露啦 跟你嗎 跟夏哥 夏哥是比較裸 幾乎 所以你唯一一個鏡頭是什麼 被一個... 在手術台上割演別號 用不去紀錄片 你笑得好開心 你看看那得意的笑容 好久沒有笑容 讓你逮到機會了 因為我很想念你啊 最好是 真的 你那場戲是演什麼 沒事 我好心提醒你 你看過 好啦 用棉花棒卸妝的戲 你用棉花棒卸才行的 很會卡粉 對啦 你要不要講 那場戲是演什麼啦 我很好奇耶 我就演一個被... 被割雙眼皮疙瘩 還有... 你講... 你講... 我做... 擁擠的愛情世界 對... 但無論如何 今天我很幸運 我要播出時間 請他講一下 我們播出時間是2月15 Enjoy the night and find your love 他有顧到那個時候 對 那這句怎麼唸 Enjoy the night and find your love 歐洲牆 歐洲牆 歐洲牆